《文化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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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大概從40出頭或30為的時候 開始看書 那时候开始看佛学的时候 那刚开始看佛学的时候 很痛苦 我根本看不懂 那什么经 什么经 怎么读啊 那可是我第一次看懂的时候 反而是看英文 英文有关佛学的书 比这是讲给一般人听 那中文的是文言文 所以比较难懂 所以我从英文 我后来就全部是看英文 有关佛学的 或者是有关励志的 我去苏联只有到那两格 宗教跟心灵 心灵那两格去看 那有一次我就到成品区 又自然 我根本就只会被吸到那里去 那你看一看 看了一个小时 我手都没有伸出来 因为我发现 书读够了 做人到底没有多少个啊 那所以我后来就发现 我们都懂 都读过了 书读太多 现在只是剩我们没有做而已 就是做比较重要 我写了一些心得 想 想启发自己 想提醒自己 可是我想一想写一写 那我还不 我还剩节目 我就在节目跟大家分享 有人可以觉得他实用 也是分享 也是好事 那有一个危险 就是说 当你一直讲 一直讲 一直讲 人家都 反应都很好 很好 很好的时候 你会误会 你做到了 别人一定觉得你做到了 因为你讲了 那这个就是一个最大最大的陷阱 当你觉得你是那种人 可是你不是 那那个是更糟 比你不知道 你是哪一种人还糟 所以这个是 后来又更一层的提醒了 我自己 就是说 别人拍拍手 你不要以为你真的是那个人 谢谢 谢谢 谢谢